让我有了心肝一颤的感觉 那种感觉像极老分手 没有流泪也没有纠结 但心脏却忍不住的抽痛 难道这就是义中人的感觉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和义中人的故事吧 在这个世界 我和四妹的感情线并不明显 我们相见也只是聊聊几次 而且每次都是点到为止 但四妹对我哪份暧昧又含蓄的情感 还是精确的让我都感受到 因为四妹见到了我就已经发现 我虽然也是天命人 却已经不是与她结过婚 拜过谈的那个天命人 四妹结过婚这个事情 只要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整个盘石岭的姑娘们 只有四妹和子猪儿是盘着发迹 而在古代这就是以为人父的形象 而关于四妹和田千命人的婚姻 也有明显的暗示 就是那两个大喜登龙 可惜的是此天命人终究不是敌天命人 所以当我再次见到四妹的时候 发现她的眼妆已经花了 明显是刚刚哭过 但即便知道只是一朵相似的花 四妹对我这只猴子也是照顾有加 让我在一路的斩妖除魔中 体会到了唯一的温暖 只有四妹不忍我一路艰苦 一次次暗中相助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 爱你就像爱生命 大概只有爱一个人胜过自己的生命 才会在自己最危险的时候 依然不愿意让她以身涉险吧 她或许知道我不是曾经的天命人 四妹一直在等我们这只猴子 看山外青山 看大千世界 虽然AI做出来的绝世美女 第一眼看了很惊艳 但看多了基本就无感了 这次黑神话悟空里的妖精 选的脸膜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非常上进 在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妖精真实的样子 以及他们在老绅士眼中的样子 提醒大家内涵少量剧透 有顾虑的兄弟可以点赞不开 抗金龙的形象和原著西游记区别很大 虽然是28星术之一 却也是大圣的小弥妹 在大圣被杀之后想寻找根器 将其复活 某日新军失踪 抗金龙就以此为由下到凡间 参与黄梅的相会寻找大圣根器 没想到到了小西天后 却被重新沦如魔道的黄梅 点破了心事 神仙本来是不应该有任何欲望的 但抗金龙明显对猴子动了烦心 有了秦玉 黄梅说大圣根器在人种带 让抗金龙自己去拿 但如果有七情六欲的话就出不来 抗金龙太自大 以为人种带不会影响自己 进去以后 看见十伟竞鱼朝自己飞来 抗金龙被人种带迷了心志 陷入了秦玉的漩涡 破了身子 致此沦陷 其实按照抗金龙的修行 人种带是拿他没有办法的 偏偏如今的人种带是经过大圣根器加持的 就算是新术也一样难逃被洗脑的命运 抗金龙最终成为了黄梅的徒弟 游戏中的抗金龙看上去比较邪魅 因此打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留守 但要是看到脸膜是这样的 你还忍心下手吗 他的脸膜叫张艺上 是一个重庆妹子 平平算是游戏中的一大亮点 全程都没有出场 却符合了大量玩家的心 没错 平平这个人物虽然讨喜 但他却是红孩儿变的 目的是骗老牛将大圣灵魂交给天命人 自己再出手去抢 红孩儿模仿的平平 古灵精快且温柔善良 相信他原本就是这样 要不然怎么会毫无破绽 不过玩家们也在游戏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真正的平平在后删 游戏科学忘记删除建模了 玩家后期过去就会发现 平平的扮演者是钱思怡 扮演这个人物需要满足两个要求 一个古灵精冠相貌出作 而是身材必须火爆 钱思怡刚好就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 成为平平的不二人选 黑神话中的蜘蛛精并不是第一代蜘蛛精 它们都是蜘蛛儿的后代 这么算起来的话 它们应该都是天女 但是在黑神话暗黑剧情中 神仙沦陷的也不少 能在剧情中活下来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二姐成文老恋 诠释了大家闺秀的完美形象 脸膜是来自新疆的姑娘 朱拉亚提阿布都拉 在游戏发行之后 再次扣示二姐 被称为二姐本尊 要是她被抓走炼灯的话 应该可以炼出不少好东西吧 朱拉亚提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骄傲的表示 陆续被认识的人认出来太开心了 大家遇到蜘蛛精 请点打 推出最多的自然就是四妹 她的人气应该是所有妖精中最高的 至于原因嘛 可能因为剧情太过于意难停 30年后再出现一个叫我臭猴子的蜘蛛精 处处为我着想 带我取宝物 多次相救为我铺路 而作为天命人的我 则一心想要突破大阵将她救出来 据说DA2C已经在加紧制作 其中就有指救四妹 以及三大白骨精的剧情 不过这些可能只是玩家的一些推测 其实四妹有两个真假神 科技梦在抖音表示 我可不是剑魔 请温柔一点对我 另一个是传言的脸魔梁子元 许多玩家指出 两者长得并不相似 不过外国玩家看到梁子元 穿着四妹服装的照片后都占不绝口 纷纷表示 看到四妹就治好了我的蜘蛛恐惧症 游戏中最具风情最有味道的妖精 则是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虽然人气比较高 但她也是一位苦命人 铁扇公主从出场到结束 头发一直都是乱糟糟的 就是因为她一直风风火火的寻找帮手 甚至去了灵山一探 却不敢开口求助 只倒是代思前来问安 铁扇公主的脸魔是亡人渴 虽然脸一样 但游戏和真人的形象却完全不同 毕竟是少女扮演的中年妇女 如今在抖音的形象 更是让男性玩家抓狂 恨不得钻进屏幕里 看到这些女妖精的真实后 我不禁开始担心 要是以后有人用游戏人物模型 唯非作胆的话 肯定会伤到这些女孩的心啊 所以我现在就去3D去监督 看有没有出现唯非作胆 如果有 我必须对这一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